欢迎收看《中华了解多一点》 今年的2月 在斯里兰卡的一间学校 德媒女子学校里面 有43名学生 联名写信 给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并附上全部人的签名和亲笔画 表达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支援 也想通过他们附上的画 去表达他们和中国 团结在一起的心情 希望共通的艺术语言 可以在困难的时刻 将他们连在一起 信里面说 友谊能够打败任何病毒 爱你中国 彭丽媛收到来讯之后 十分感动 他随即回信 感谢同学们 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彭丽媛的回信 对孩子们来说 是惊喜 也都是鼓励 尤其是信中的那句 爱心是我们抗击疾病最强的力量 更加是大家的心声 为什么小朋友会写信给彭丽媛 而不是直接写信给习近平呢 原来彭丽媛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他十分关注女童和妇女的教育问题 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加上中国一带一路 昌异的是国际教育交流方面 提供了大量的合作平台 所以当地的妇女团体对她并不陌生 收到彭丽媛的回信之后 同学们决心用制作爱心荷卡的方式 去表达对中国的支援 有而能够打败任何的病毒 爱你中国 其中的一张学卡这样写 作为中国第一夫人 曾被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彭丽媛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关注 众所周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界眼中 是一个不负人民的好领导 他放在国家人民上的心力比谁都多 两个人在1987年结婚至到现在 彭丽媛陪伴习近平又厦门市副市长 走到国家领导人 两人因为工作关系 一直以来都是最少利多 但从来没有影响过两人的关系 两人相如以末 同样关心人民 热心社会 事实上彭丽媛本身都是一个人物 两人结晰之前 他已经是名簇一时的声乐歌唱家 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唱到家传胡晓 获奖无数 即使结婚之后 他仍然没有放下艺术事业 依旧参与各种艺术演出和教育工作 他曾经担任过解放军 总政歌舞团团长 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 直至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后 他才辞去大部分公职 转移担任一些社会公益国际亲善工作 好似世界卫生组织结合病 黄爱之病防治亲善大使 以及上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等 有人说 第一夫人就好似国家外交上的缓冲剂 当国家元首商谈国事之制 夫人们就发挥亲善的角色 在社会公益文化艺术等领域上 拉近双方的距离 彭丽媛经常陪同习近平外访和接到外宾 也接待同样来到的外国政要夫人 她的优雅大方气派 获得众口一词的肯定和赞誉 新加坡媒体称她为中国的新名片 国际商业时报更称她为人民中国的导演人 2014年彭丽媛邀请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访华 开启中美第一夫人外交 全球媒体高度关注 中国卯丹和美国玫瑰的世纪对决 华盛顿邮报更以米歇尔终于遇上对手 为题形容两个人的会晤 这次第一夫人外交对当时的中美关系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艺术事业上她是民族声乐的代表 在公益事业上她爱护儿童妇女 关怀病患 在家庭上她相夫教子 幸福知情令人羡慕 但三者之中她最体重就是家庭 她曾经这样说 家庭是女人的靠山 是平静的港湾 我的家庭和所有的老百姓一样 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一个幸福的家庭 彭丽媛承担着武疑天下的重任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她对外提升国家的形象 对内凝聚国民的人心 她拥有的艺术家的背景 个人成功的视野 典牙的外表 优雅的仪态 和谐的婚姻 她朴实自信的形象 造就了她独特的中国式正能量 也拉近了民众和领导人的距离 大家看完片不要走 记得点击订阅键 之后再按下小铃铛 当有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了